江宏杰21日出席公益活動 為失憶兒募集教育經費 並問到和前妻分開一年半 最近日本疫情解封 有沒有機會帶小孩去找媽媽 他這樣說 目前應該沒有這計劃啦 對啊 小愛很想回來看看小孩這樣 有在計劃 有在想這件事情啦 對 有在討論 這你提出的還是什麼提出的 應該算是雙方啦 應該說他也是小孩子的媽媽 那我當然自己也希望 是不是可以就是多一點時間 也可以陪就是跟媽媽相處 我覺得還是要啦 兩邊的愛還是需要的 怕他把孩子帶回日本嗎 對 不會吧 對啊 不會啊 所以現在還是有每天視訊嗎 會啊 有時間當然會視訊 為什麼媽媽都不出現 只有在白天上 之前不會是問我啦 就是會直接視訊問他媽媽這樣 那現在 因為我覺得說已經 從去年一月到現在也 對啊 都一年半 所以就是會比較少一點 你到時女兒問的時候 媽媽去討回哪兒就要 就工作吧 為什麼你會跟小愛希望 能夠譬如賽 小朋友回日本之前 可以譬如一下 相處一下 那你劈捨得放手 我當然一定會很想他們 但是我覺得還是 還是他媽媽啦 對啊 還是我覺得 還是要讓他們得到 覺得我們 就雙方爸爸 不管是爸爸媽媽媽 都 都可以很愛他們 對啊 我不會去排斥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最快有可能 你才會被追到 不算你排斥 我跟你說 還是現在我已經在台灣了 就算知道 我們不會跟你說 對 這件事情我覺得就是 怎麼講 我還是要稍微保護一下小孩子 對啊 不要就是好像 要做事情 到底小孩子會不會一直進去 看看情況 沒有啦 就是 如果是這樣 我很放心啦 我是真的很放心 對啊 最近他建議要不要建議 要不要建議 你的公益一定會持上上台 我跟你說 我把他的電話給你 我把他的電話給你 那你對感情還有信心嗎 感情啊 當然就是現階段我覺得 我把自己準備好 我自己準備好的話 我覺得可以 對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 可以再強一點 能力可以再好一點 就是為自己 為他們負責 我覺得就OK 希望小潔的幸福也能早日出現囉